天地之间有百川 禾 驾 驾 驾 早安 好度优度 好度优度是你好的意思 这应激利语并不是十分难学的 和我中华语言还是有渊源关系的 好度优度 你看好度优度就是 好度 拜拜 他真丑 n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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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不的意思 yes sir yes sir 就是是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轻大一池水 洒落万点银 轻大一池水 洒落万点银 好诗 马上把他笔录下来 后公公公这边 刚才皇上那个银子用的多妙啊 这一字千金 至地有生 大有出其之胜之感 对 对 要是一般的俗人 在这非用金字不可 对吧 要是用金 那就俗了 俗不可耐 对 对 俗 你看皇金铲 寻不见 谁人知五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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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了 俗不可耐 可耐 可耐 不 这个金字用在这儿 这么个用法 那就一点也不俗了 绝对不俗 朕刚才还听你说 这首诗里要是有个金字 就变成俗不可耐了 皇上 您想啊 您前面用的是个银子 后面才用这个金字啊 银字做了铺垫 金字那就是一风突起 一点都不俗 谁要说这是俗的话 那他本人才俗 俗不可耐 再者说了 天底下自古至今 哪有一个诗人敢如此用字的啊 不敢 不敢 李白 杜甫 白居易 苏东坡 没有一个人敢用的啊 连鬼他都想不出来啊 皇上 皇上 这叫大雅 大俗 画腐朽 为神奇 是啊 皇上 这是前无故人 毫无来者呀 难得呀 孙爱奇 难得你的脑子是转得这么快 不敢来 好啊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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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才明白了 奴才明白了 要是奴才什么事都想不到 什么事都办不成 那还要奴才干什么 还不如干脆哑叫狗算 后来 明天晚上您就请好 奴才早就给您 佩拉 欢迎欢迎 欢迎 欢迎 很对老爷 您学得很快 最根是溯源呢 你们英吉利语是从汉语发展过去的 你看 其中还能找到汉语的影子 所以它并不十分难学 你看看 自盘古开天 是先由我中华大国 后才有八方四义 也就是说呀 先由我中华汉语 后才有英吉利语 汉话为本 英吉利语 法兰西语 只不过是支脉而已 所以也就是说 大同而小异 表异而实同 老爷说得非常对 玛丽小姐 我还想向您请教一下 我朝有一句常用的话 你吃了吗 用英吉利语该怎么说 你吃了吗 是早餐 午餐还是晚餐 这个就用不着分那么清楚了 哪顿都可以呀 你是说用过餐了对吗 对对对 你想请客人吃饭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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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那个意思 这只是一种客气 一种礼貌用语 老爷 为什么要问吃饭了没有 客人听了你这话 会误会你想请他吃饭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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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们洋人的脑袋 怎么是不够开花 怎么就转不过这弯来 这仅仅是一个礼貌用语而已 并不是我真想请他们吃饭 这样这样 这个无可奉告 用英吉利语怎么说 无可奉告 无可奉告 或者说是 虽然我什么都知道 但是我还是不告诉你 为什么 如果你知道 应该告诉他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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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外交上的事 你不会明白 你就说有没有这个词 无可奉告 有了 有了 无可奉告 无可奉告 我是基本学会了 玛丽小姐 请教一下 用英吉利语 亲爱的怎么说 My de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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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家的 庄家人喜欢 好麦子 好庄家 对 好 亲爱的 英吉利语跟汉语的关系 这不是很明显了吗 对 对 汉语是主干 英吉利语 法兰西语等等语言 都是支麦 主干 支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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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干 亲爱的 买地 买地 亲愛的 买地 买地 一二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诸位小姐 停一下 那个手摆得还不直 腿也没有伸直 我再给你们做一遍 你们看看 一 二 三 见着皇上 那手要叠好 身子要直 要慢慢地蹲下去 慢慢地 眼睛要看着皇上 得慢慢站起来 咱们再坐一次 听我的口令 一 二 三 一 阿弥陀佛 贤弟别来乌鸦 刘大人 请受小弟一拜 贤弟请起 贤弟请起 你我兄弟何必距离呀 咱们分别这么多年 我多次约你 进京勿命 可是贤弟一直 不肯赏脸呢 刘大人误会了 不是我不肯来 小弟身居荒山野岭 尝有无情烦恼 若走进京城 耳听司主管弦 眼观灯红酒绿 家里如云 那烦恼 岂不是会 把我埋葬了 贤弟 你还会有什么烦恼啊 大人有烦恼吗 苏是烦杂 烦恼当然是难免的了 大人有烦恼 我为什么不能有烦恼 你是佛门中人 且是我黄万岁 特似法号的一等闲人 出家人 闲人 也还都是人吗 那是那是 十年生死 两茫茫 不思量 自难忘 如此说来 贤对你是旧情难忘啊 难忘旧情 总是相遇应不识 尘满面 病如霜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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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乃苏东坡为悼念 王妻而作 你我可都是好好的大活人 还能让尿憋死了 还好好的 帝只因皇上一句话 如今就变成活死人了 不许胡说 大人 救救我 快点起来 没想到你还是如此执着呀 也是 也真难为你这一对才子嫁人 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来吗 为什么 我这正好有个差事 四库全书中的佛法经典需要一个人去教堪 而兄弟你又是精通佛法经典 由你来分类鉴别 你堪当此人 大人 你现在还让我买首佛典 我一见佛经佛语 就已经头昏眼花了 这只是一个差事 我是让你身在京城离一个人近点 谁 你猜是谁 你快说是谁呀 我不说你也明白 冰红小姐 她一直住在我的府中 等着一见贤弟 别说了 别再说了 贤弟还是持情不改啊 好了 不必烦恼 这事包在我身上了 这样 等什么时候我奏命圣上 让你们终成眷属 我认为 如果您能够帮助 您能够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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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我认为 您能够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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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 我认为 你手机 不动 你很精确 能不用帮助 如果不是,你最好返回快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位英吉利大人正等着您 你怎么不早说 你告诉他 让他把要办的事列个清单 明儿我就奏明圣上 让他放心 是 看什么 非礼物厅非礼物事 西洋人送的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看什么 坐 是是是 不 好 好好好 里边请 里边请 请 大英吉利使团团长 马尔哥尼参拜 大清帝国在相 一平大学士 刘大人 幸会 幸会 他说 幸会 幸会 他说 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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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什么意思 先生 你想说再见吗 没有 没有 我们只是见了 为什么再见 我意思是 谢谢 我明白 大人 她是说谢谢 好呀 好呀 请 My dear My dear? 谁是My dear? 他帮你进来 请 请 马力小姐请 马先生请 你先请坐 马先生 你坐 好好好 咱们俩同坐 一块儿坐 谢谢 茶来了 请用茶 谢谢 请用茶 谢谢 关于你们提出的要求 请你先 我已经有请 关于禁建我朝皇帝的问题 马先生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不能仅只是行你们的屈膝礼 必须按照我朝三寇九拜之力才行 我认为 我认为你陈前他 应该是一个问题 您要乘下来 你必须要承认自己 和做行动 大人 我们认为取取力是最高的理解 因为我们进见英王的时候 也是行刺大力 马先生 而等英姬的小国 能与我大清国相提评论吗 这样比试有失其统的 玛丽小姐 你应该说我们相信这个是一条定义的 刚才我的话没有说清楚 在习惯上我们认为取取力是最高的理解 玛丽小姐 给他翻译 那是儿等小国的见识 觐见我大清国皇帝必须得跪拜 我们在上帝面前才跪拜 我大清国皇帝又称为天子 难道不是和你们的上帝是一样的吗 不 我不是觐见上帝 不是臣子白间聚望 我马尔哥你 是大英姬国的代表 我代表一个国家 莫非你不知道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这句话吗 大人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玛丽小姐 我告诉你 这句话的意思呀 就是说天下所有的土地都属于我大清国呀 他说天下所有的土地都属于我大清皇帝 那是什么意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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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感到很痛苦 他们并非不想对大皇帝行三寇就拜 而是他们 他们归不下来 你看 他的腿是 壁直的 只能去 而归 是很困难的 在那边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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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你看,他只能做小小的弯曲。 我差点给忘了,据说你们西洋人和我们大清国人比起来少了两块骨头,是不是没膝盖骨啊? 猫猫,猫猫? 他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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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比起来,你比起来少了两块骨头。 皇上 比国逆派一人常驻京城 照管英吉利通商事务 我天朝皇恩浩大 去去英吉利小国 我朝自会照顾 何须派人来当差 不准 是不准 英史还提出 在江营和天津两地 建立船舶及获占之产地 不准 是 不准 莫干了 还有皇上 要求在内核航运的船只 减少赴税 你看看 什么 他们说呀 希望在内核航运的船只 能减少税收 不准 是 不准 慢着 皇上 奴才看您这云间 左边好像高了一点 皇上 英史马尔格尼 说是这一次带来五个英吉利女子 献给皇上 不准 是 看走了眼了 你说什么 有五个英吉利女子说是要献给皇上 难得他们一天小心 也不能事事不准 就是 那就收下吧 是 不准 这大新国是你当家呀 还是我当家呀 当然是皇上当家呀 玉来的跋扈了 皇上 西洋人离蛮宽不远 连膝盖骨都比我天朝人少了两块 彼等至今尚未成人 即与秦寿相同 皇上如果收下此五个英吉利女子 岂不是等于与秦寿交配呀 臣说 不仅不可 而且是万万不可 这不仅有关天罡人伦 而且有关皇族血脉 圣祖圣庙 大清威夷江山万代呀 皇上 行了 行了 你还没结没完了 起驾 起驾 何公公 什么话 我来给你添俩胡子吧 闹什么闹回事 二位爱卿 臣在了 今天你们就站在镇的左右吧 谢皇上 藏王六十班禅 猛王劲儿巴汉 苗王成天顺 觐见皇上 祝武皇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 拜见皇上 明身 谢皇上 沙子的 火等台急 独耳都满不着 敬见皇上 诸武皇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 朱尔都满不得 拜见皇帝陛下 皇上 他们把那小妃子给带来了 那他们 为什么不来见我 那小妃子 心情刚烈 怕她在金殿之上闹出什么失礼的举动 所以让她暂去一室 等圣殿过后再让她参见皇上 什么样的女子 竟需如此方范 您见了就知道了 英吉利使团 马尔格尼布局 我心里 敬见皇帝陛下 祝武皇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 我真不能打弯来 这 这是个什么老师子 你们看看 我说各位 你们过来瞧这船 这船上它乱七八糟 这么多玩意儿 我说 这是干什么 你说清楚 说 拐弯 我知道 黄尘 你看这边 不动 你这船上它乱七八糟 你这船上它乱七八糟 真是欣赏 皇上 干什么大班啊 没见过 臣妾百尖皇上 这都不好 这都不好 哪有咱们这狗 来见 丫头 可爱 好 好了 要是看着喜欢就留下吧 爱 爱情 在名字上 英国的王国 我举了这五个 特别的美国主席 给他的名字 好了 不再以为应该把他们 这个 留爱情 算了回吧 算了吧 你王的孝心 朕 心领了就是了 不过这个大船 朕就留下了 这种技巧之物 看来也是耗费了不少人力 这也看出 你英姬立国 对天朝的一番心意 不过 回去转告你王 治国要以农为本 万不可玩物丧志 尽搞些技巧惑人的东西 与国与民 均无半点益处 朕这一番话 你可记住了 朕深知你国地处荒满 未歹教化 活若名苦 朕是时刻记挂在心 只是路途遥远 鞭长莫及忧 趁儿等来朝之际 特赐尔国 茶叶两百代 上等瓷器五百香 绸缎五百匹 以赐尔国不足之用 对 对了 回去告诉你王 有时间到天朝来住几日 以解镇昼夜思念之心 不过下次来的时候 就不要带什么东西了 路途这么遥远 也实在是不方便 再说了 我天朝应有尽有 你们有的 我们全有 你们没有的 我们也有 好了 下去吧 皇上 这五名女子 我天朝 帝大物博 物产丰富 美貌的女子可谓应有尽有 何须这样的异国他乡之物 你说是吧 再说了 朕 朕 也不忍心看着她们 远离故土 离开她们的爹娘 还是回你们的英吉利去吧 皇上 皇上 这些年轻人 都远离了千万 彼得罗维奇殿下 这是安东尼奥 拜见皇帝陛下 回吧 皇上 这五名女子 如此美吗 她们是千里挑挑 好 好吧 皇上 皇上 是叫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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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并觉着像是到了江宁的翠花楼去了 皇上 这不是更有味道吗 是有味道 凡事只要以直白浅漏 那就没什么意思了 没错 比如作诗 比你隐喻 朦朦胧胧的才能有味 这关美人也同出一辙 往往要趋敬通幽 寻寻觅觅的感觉那才好 对 还是陛下 无论什么事 不管是大事小 事情是重 只要经皇上嘴里这么一过 总是透着天机妙趣 皇上 小心点啊 臣妾拜见皇上 请起 请起 什么味儿 这么香 哪来的 皇上 这香棍就出自她的身上啊 还好 恶 还好 这帝 什么东西 你也不想要 你也可以 你也不想要 你不想要